老年人大约有350万 那么其中有近半数都住在 没有电梯的老工房里 每天的上下楼梯 成为了困扰他们 日常生活的一大难题 曾几何时 老工房装电梯 让老人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然而装电梯 不仅需要全体业主的同意 还需要大家来分摊 大笔的安装资金和维护的费用 因此推广起来难度还非常大 那么如何来缓解老人们的燃胃之急呢 最近一种名叫做 电动爬楼机的新装置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来看一下 听说小区里来了个电动爬楼机 徐家会接到王家堂小区的居民们 都来看稀奇 今年88岁高龄的王阿婆 是微观者中年龄最大的老人 她被老姐妹们一致推举为志愿者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工作人员先帮王阿婆系好安全带 然后就用爬楼机载着她 一级一级地爬上了楼梯 这款爬楼机看上去就像普通轮椅 老人上楼时只要背对楼梯做好 推轮椅的人按下把手上的按钮 轮椅底部的支架就会慢慢撑起 把座位移动到上一级台阶 而下楼的时候也是如法炮制 由底部支架把座位移到下一级台阶 依次往下爬 就连爬楼的速度都能自行调节 那么爬楼机上下楼梯时会不会打滑呢 工作人员说 在轮椅后轮的内侧 还有两个白色透明的小轮子 它们有自动刹车功能 使得爬楼机到了台阶边缘就会停住 因此非常安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今年市残联早已在全市22个社区 试点推行了电动爬楼机 机器由市残联统一购买 通过社区租赁的形式 借给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和老人 租接费为每天5块钱 相比老工房装电梯时 各楼层住户往往会因费用分摊问题 难以达成一致 导致电梯安装或拖延或搁浅 这台小小爬楼机 看起来倒是能为很多上下楼不便的人士 提供一种快速解决方案 因为它不涉及费用分摊 而是谁需要谁出钱 但没想到 试点几个月下来 爬楼机的租用率却并不高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 爬楼机不能由使用者独自操作 必须有他人帮助 而在社区里 很多居民都不敢操作 眼下 有需求的居民 只能通过事先预约的办法 让销售企业派人上门服务 这让大家感到很不方便 不少社区提出 应该让使用者的家属接受培训 对此 爬楼机的销售企业表示 他们愿意按片区 为试点小区配备专门的操作人员 为居民进行操作培训 这种培训可以具体根据他们的需要 也不限次数 也不限时间 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上门 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但推广方却觉得 如何确保培训质量是个问题 如果要是把所有的使用对象的家人 都去做培训 这个量太大了 而且是可能随时都有新的对象都要出现 那这个培训要怎么做 我们觉得现在目前好像还蛮难的 另外 对于五块钱一天的租接费 一些居民也觉得有点贵 如果家里老人天天要上下楼 一个月光借轮椅就要花掉150元 这对一些贫困家庭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那边也整都对了 你经常要用我手 这边的重心 感谢观看